炮彈聲炸出紅田巨響 烏克蘭反攻 俄軍 西方軍援的武器功不可沒 其中英國提供的暴風之影 巡弋飛彈 更提升烏軍長城打擊能力 暴風之影擊毀俄國眾多設施和重要軍官 傳出俄羅斯第三十五軍團參謀長 和南部軍區中將 都死於暴風之影的襲擊 但如今俄軍也不甘示弱 二零二三年七月初 俄軍在前線發現了一枚坠落的風暴 陰影巡航導彈 它的結構幾乎完好無損 俄軍連夜將其運回國內拆解研究 並將其內部構造全數曝光 獲得暴風之影導彈的俄軍 開啟全球直播 在盡頭前開箱 把導彈秘密直接公開 也說明俄羅斯已經有了初步掌握 美國媒體就認為 這能夠讓俄軍窒息它的弱點 從而提高對它的攔截成功率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講 沒有必要去複製完全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 它有些解決問題的方案思路 可以對俄羅斯起到一定的啟發作用 只是二軍明明可以藏起來 偷偷拆解研究 卻選擇將它公開 專家指出是為了顯現 他們逆向研究的強大能力 軍武的機密洩漏 也形成了一定的震折作用 對研發該武器的國家造成打擊 3D新聞 許志雄 李孟山綜合報導 由旅行編入 西京海志雄 李孟山綜合 是入獄 司令